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讲《净土教言》 《净土教言》当中 主要选择了 往生极乐世界的合理性 那么这种合理性 通过教证 历程来进行证明 通过净土宗的有关佛经来印证 然后孟宏仁波 作者不共超越的智慧来进行印证 那么这里 我们昨天也前面讲了一部分 今天进节者讲 本来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旁生的心道等有快满五种 正道也有快满五种 佛经当中也是我们的修行 有快满等等不同的 也有比喻来说明的 比如说旁生的诸心 还有一些步行 还有一些马车的行持等等 就是有共五种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牦牛 骑着牦牛去的话 就不是特别的慢 然后如果我们去步行 很慢的 如果我们骑着马车 就比较快 就是比较快 大概有 还有可能两种比喻吧 大概有这么五种比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获得成就 获得证悟的话 也有五种状况 有些需要 三个二身七戒那样特别慢 有些即生当中 获得成就那样特别快 有些不快不慢的 所以我们成就 不能一概二论 所有显宗的这些次第 也是一样的 不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郎切经》当中 也有见悟者和顿悟者 依靠顿悟的法门 那么顿时 顿时开悟的也有 依靠次第的法门 那么也有次第开悟的 所以所谓的修行 应该有一些愉快 愉慢的步足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此外 密宗成就者将出生 变成清净生 变得欲解舍解 使命果为 此生悲殊胜 本尊舍责 从而能圆满有学道 与无学道的功德 这是沃尔仁波切在这里 应用了一些密宗的 即生成就法的比喻来讲的 比如说我们密宗当中 依靠具有法相的 善知识的教言 然后自己也是在寂静的地方 如理如实修持 修持之后 最后将自己四大粗暴的身体 逐渐逐渐全部都趋入法界 我们的身心不仅是 心趋入远离一切细论的法界当中 而且四大身体也变成光 清净的身体 这种现象是有的 然后有一种光神 它完全都变成光 也有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 我们在《大幻华》里面 所讲到一样的 欲解的持命上师 欲解当中 表面上看来人 我们跟普通的人 没有什么差别一样 可以坐牢 吃饭等等 但实际上他的身体 完全都是已经没有什么影子 被别人打他 通彻无碍等等 欲解的身体也有 还有一些 获得了色解天人的持命 这是我们一般大圆满的 传承历史当中也是有 其他的密宗当中 也有这些持命的果位 所以此生被本尊摄受以后 那么这种身体 诸佛菩萨和本尊摄受以后 从而圆满 游血道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游血道 全部圆满 然后从无血地 也就是获得了圆满的正等觉果位 就像以前所讲的 国王恩扎波队一样 从凡夫位 已经获得了如来的果位 这个历史以前也讲过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当时不愿意 舍弃无欲 所有的色身显微无畜 也不愿意舍弃 然后自己的王妃也不愿意舍弃 眷属也不愿意舍弃 王妃也不愿意舍弃 后来释迦牟尼佛对他宣讲秘法 宣讲秘法以后 不舍弃身体 而获得了成名果位 获得了成就 所以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 这个公案也给大家讲过 这样的话 他这里密宗的一些 还有一些密宗的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成就 这样也有 也有一些密宗的成就 是资粮道的 加行道的 还有一些比较相识的证悟 并不是真正的开悟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门凤仁波切这里 不能所有这些 显宗密宗的道全部一概而论 我们密宗当中 亏满也是不相同的 有些特别殊胜的窍诀 那么即生当中 短暂的今生当中 也能获得了普贤如来的果位 密宗金刚尺当中 在着实之时 短暂的一生中 也可成就双云 它这里双云 指的是金刚尺的果位 我们经常 显空双云的金刚尺果位 叫做双云果位 意思就是说 我们密宗金刚尺当中 依靠上师的教诀 认认真正地去修持的时候 虽然现在无浊恒世的 这样的一种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中也是 短短的 我们人生几十年当中的修行 那么也是获得了 圆满如来正等觉的果位 这是毫无疑问的 确实是有的 从事故以来 现在也是有的 原来我们印度 密宗大成就者的传记当中 有一个叫做曼巴加 曼巴加在六个月当中 获得成就的一些公案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以前翻译过的 有些密宗大成就者的 历史 这个我觉得相当重要 现在我也是逐渐逐渐地 原来古代佛教师也想翻译 原来翻译了一段时间 但后来也是当时 在这边翻译 各方面特别忙 后来停止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 对密宗的诽谤 有两种原因 有一种原因 自己可能前世的业力非常深重 然后即生当中 遇到这样甚深的法 他就接受不了 马上去诽谤 有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 对密宗的不了解 尤其是有智慧的人来讲 应该是 对密宗的不了解而导致的 如果对密宗的所有历史 传承上师的见解 还有很多密宗的殊胜法 对显宗不相偎的很多道理 如果他完全能明白 不可能诽谤的 如果你去诽谤的话 那显宗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样一来 所有的显宗的教法也不承认了 有这个过失 所以我也是想 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能不能让很多人 以前可能对密宗不了解的现象 也确实是比较多的 但原因 一个是密宗弘扬 在比较交通比赛的地方 或者说一些 不是在大城市里面 这样一来 很多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 这方面了解得不多 再加上一些民族的文化差异 或者一些风俗传统 还有一些可能 语言文字上面的差别 再加上有一些沟通方面比较欠缺 有很多很多原因 那么现在 很多人这方面比较明白 也有英文的很多资料 也有汉文的很多资料 还有日文 朝鲜文 很多方面的这些历史 大多数的一些 有公正 见解的人 比较认可 也有一些少数的人 还没有去投入 还没有去研究 如果去研究 所谓的密宗这个法 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 非常可怕的东西 也并不是有些人那样 特别甚深的 谁也不能接触的 也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你真的要去学习 藏传佛教的密宗 具有系统性的 具有严密性的 而且对显宗的任何一个法 不管是戒律也好 行为也好 菩提心也好 任何一个法和规律 都不会相伟的 真正的密宗 不会相伟的 当然我们学习密宗的 有些人当中 恐怕有些不如法的现象 这个是肯定有的 这个是不代表 我们在场再三再四的说过 这个不代表我们佛教 有些行为不如法 这是不代表我们的佛教 不能代表 这个如果代表的话 那我们世间上的 不管是哪一个教法 肯定是有的 显宗也是有的 现在显宗也是 前一段时间在成都 他们有些居士也给我这样讲的 也是表面上看了 穿着显宗衣服的几个尼古 在那边化缘 然后化缘以后 他们总觉得 好像那个头发不是戴着一个帽子 但是这个不太像真正的光头 后来有一个居士 也是比较坏 他就随便把帽子取出来 帽子取出来的时候 那个头发哗一下 而且也是染色的头发 就开始出来了 后来他们也特别害怕 当时要求居士 千万不要告诉我们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这样 跑了 有三个人说的 所以这也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在显宗当中也有 密宗当中也有这种现象 还是多 但是这个我们始终认为 这个不是佛教的一个弊病 应该说是 它是修行人个人的一些情况 这一点 在佛陀时代的时候也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佛陀为什么说 给我们《毗奈耶经》当中 就是那么多的比丘开除 比丘尼开除等等 这种现象 有些对佛教一无所知的人 哎 怎么会是出家人当中 都是犯这种人呢 怎么会有这样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领导 给我这么讲 哎 你们修行人当中 犯戒律的人相当多的 非常不好 你们这个教法如何如何 当时我也有点不高兴 我说你们共产党人当中 犯法的人 腐败分子是更多的 前一段时间不是一个高级领导 被判死刑的吗 有时候真的 有些人好像对世间也好 对我们佛法 也有这种眼光来看待 但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们对佛法 也是不太了解的一种原因 我想 我们不管是密宗也好 显宗也好 这个究竟的佛法 不会有任何任务 没有任务 但最关键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 修行人没有达到 佛法的标准 显宗也有这个缺点 其实佛法就像 真是亡羊大海一样 佛里的这种智慧 可是我们很多人 包括自己在内没有达到 真正佛里的亡羊大海当中 哪怕一地岁那样的 或者一地岁的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智力 我们通达没有 如果没有通达 当然我们行为上还是很如法 不要说我们下面的一些 普通的一些出家人和一些居士的 行为不如法 甚至一些法师 自己认为自己是佛教当中的权威 我不管弘扬净宗也好 密宗也好 显宗也好 我是如何如何如何 心里一直有一种佛满 一直有一种傲满 真伤满 但实际上 真正佛陀的这种教理智慧 我们懂得多少 有时候反问自己 有时候真的要观察自己相续的时候 特别惭愧 你看佛陀现在给我们 宣讲了那么多的经典 我们只通达是几部经典 这几部经典也是 如果如理如实地衡量自己 那就非常不错了 但这个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始终认为 不管是显宗还是密宗 应该非常纯粹的一种佛法 这个上面没有任何过失 可是我们有些人 往往都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刚才也是说了 短短的人生当中 的确是也能获得了 这样的金刚词如来的果位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包括我们现在 也是如果我们觉得是密宗 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 可能这个密法不过是那么殊胜吧 但是我毕竟是学习密法的人 我可以给别人这样说 应该别人这样说 我是不会这样的 我想自己真正对密法 有艰辛不语的时候 才给别人这样讲 否则也没有任何必要 因为密宗不仅是 从自古以来到现在 有无数个大成就者 在这里不断地涌现 这也是我们 只要有一点点慧眼的人 看了翻开历史的时候 马上会明白的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能想得起的 有一些修密宗 而成就的人 也是不可胜说 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我们包括以前 在上师如意宝面前得过法的 以前我在《密宗成就略说》当中 也是大概大概的说了一部分 这些都是真实的 并不是说别人说的 或者是没有任何考证 没有任何可靠的 没有这样的 我们佛教一定要 非常可靠的历史 才可以采用的 所以说 以前我们赤隆罗珠堪波也是 当时亲自到青海那边去 采访堪波乘弘仁 当时飞往清净刹土的这种世界 当时的这些人 现在还在 然后到兴隆那边的时候 兴隆那边上师 当时连指甲没有剩下的 全部变成宏观的现象 也是真实的等等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他老人家在求学的途中 到了德哥的时候 也看见当时刚刚在德哥 有一位老人 弘胜成就的这种景象 也是亲眼 亲眼看见到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 的确我是身心不业的 而且我们这里也是大多数的人 应该当场在 他老人家的身体缩小 缩小成什么样呢 这一点 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在外面很多人问我 我说 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 别人不管怎么样 凡是我的如言没有错 我觉得以前上师如意宝的法题 是怎么样的高的 最后要接近火化的那几天当中 我们很多人当时的 这种眼神当中出现的什么样呢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密宗当中 也有这个弘胜成就 那么这个弘胜成就 现在很多科学家 很多人到底是怎么成就啊 到底是怎么样呢 拿着这个照相机 拿着这个望远镜 十经的牌 十经的相 得出一个结论 但这个可能不行 不管是望远镜也好 什么样的仪器呢 不一定是得出结论的 因为它的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身体和心 全部融入法界的 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不仅是藏传佛教当中 我觉得汉传佛教里面 也是身体缩小的 这种瑞相也是有的 九华山百岁宫里面的 现在无暇禅师的那个身体 也是大概有两次左右 一直缩小的 一直人们 也是赞扬的对境 大家都是公认的 众所住者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种成就不成立的话 我想是密宗 显宗 或者凡是所有的大乘佛法 都有这种过失 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 可能新来的 有些人不一定知道 常住的人 经常我讲过 我们以前学院当中 有一个叫做明慧法师 他是一个比丘尼 当时我们学院当中是 最早的看摩当中的一位 当时他对密法的信心 也是非常的强 后来亲自到这里 中间出去了一段时间 后来回到学院 听受大圆满信心修习 散除引导文 然后听完了以后 当时身体确实是不好 本来在外面的时候也不好 但是他对密法 尤其是他对善大修习 信心相当大 然后回来以后 完全全部都圆满地听完了 听完了以后 出去 出去以后 六个月以后就圆寂了 因为当时在外面去医院了 去医院以后 就在亚安津峰室圆寂的 后来当时我跟他有一个道友 叫做真如 他真如是 当时给我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的时候 当时我们学院没有 现在那样的条件吧 摇动的那个电话 学院只有两步 一步法王手放在我这边 女众那边有一步 然后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说明慧法师已经圆寂了 圆寂在金峰室当中 但是瑞相相当地好 虽然当时我闯不去 但是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他一直断走 祈祷密法的传承上师 阿弥陀佛 这样很安详地圆寂了 讲了很多 后来当天的 我现在自己不清楚以后 以前很多资料当中 都是写过的 我自己也觉得 这是非常稀有 后来刚刚我们 密法讲完 他圆寂的一天也不查 刚好是六个月 当时我对上师如意宝的传承也好 密法确实是 生起很大的信心 如果没有起信心 没有自己有一种提炼 我说也不说 没有必要 我们佛教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自己有一种提炼 才可以这样的 所以后来真的 结证大圆寒也好 或者大圆寒《虚幻修行》里面 经常也提过 离根之恶 尤其是信心特别强的 这样的人 六个月也是获得成就 当然成就的品位和高地 都有不同的 这是到底成就到 什么样的地位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已经成就 我是深信不疑的 别人相信不相信别人的事情 但认为真的 密法的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应该深信不疑 也许可能有些人认为 既然明慧法师是那样 他当时也病了 那么可怕的病 然后怎么会是病死呢 为什么是这样啊 这一点我觉得 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成就 因为一个人临死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有些人显现也是有这样的 诸佛菩萨 比如说 他显现于人的形象 那么人的生了 死病怎么样的话 他平地要这样的经过 包括一个佛陀 他变成蚂蚁 或者一些猪 这样的话 他肯定是脏兮兮的 当时哪里有 我们其他的旁生当中 哪里有特别好看的呢 这个肯定是佛 有相好具足 不可能有这样的 在我们众生面前 原来《极乐愿文大书》当中 有一个叫做 一位菩萨专世的大习 也有这样的 这个公案也是有的 所以我当时都是想 那这个菩萨表面上看了的话 肯定周卷里面很难看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的看法 原来法王生病的时候 有些居士打电话说 怎么说 法王是非常了不起的 高僧大德 怎么会是他在医院里面 窩床不起呢 还有我们汉传佛教的什么什么法师 也在生病 为什么这些法师 像我们众生那样生病呢 也说这样 但是这个也岂有可原的 有些人的分别念 也可能很容易起 其实这些一方面 他们有视线 生病也有 一方面 即使说他是一个大成就者 但也有一些 业力的牵引 还在 以前唐僧当时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他痛得特别厌重 痛得特别厉害 后来他认为我一辈子当中 翻译了那么多的经典 可能是我所翻译的 全部错了 他就产生这样一个念头 这个时候 天人出现在他面前 他说 你不是翻译错了 这个翻译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但是你这次这样生病 你曾经当过国王 当国王的时候 你受了很多很多的衰 所以以这个因果报应而引起的 也有这种说法 当时唐僧的还有一个 他的上师叫做戒显士 戒显士也是他的牵引 痛得特别厉害 后来实在是忍不住的时候 文殊菩萨先前 说你不要这么认为的 这是你前世的一种业力还没有 这次你通过这种痛苦以后 完全能消失你的业病 也有这样 有些高僧 所以我们平时看见 啊 这个上师病了 听说这个上师是很了不起 大成就者 为什么生病啊 这个上师死的时候 如何如何如何 我觉得这个不能代表 一个人的成就 所以上师 不管他出现什么样 既然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 人的生老死病 全部都要回度过 所以有时候 我们的习气 邪见特别的严重 就不需要的地方 开始生各种各样的邪见 这也是 可能也有这种现象 但总而言之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密宗的这种成就 大家都是 不应该有任何怀疑 他这里来也说了 短暂的今生当中 也有一生成就的 那么有些人说的 怎么会是一生成佛啊 即生成佛是不是 原来有一位显宗的法师给我讲 说是即生成佛 还是即生成就 我说是即生成佛 有什么不敢说的 那即生成佛是不可能的 众生和佛啊 众生怎么快地就变成佛啊 后来我一边是开完学 一边呢 也是真正是这样讲的 《露宗谈经》当中不是讲的 前年迷即是凡夫 后年觉即是佛 那这个不合理吗 你怎么解释 后来他也想了一想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个很好的教证 确实《露宗谈经》里面也是 前年我们迷惑的时候 完全是众生的 然后后年你觉悟的时候 完全是悟 我们密宗当中是一生成就 你们禅宗里面是一刹那成就 那这是合不合理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 一方面是开玩笑 但一方面《露宗谈经》的很多解释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样以后 以前很多人认为 密宗的即生成就不符合 如果密宗的即生成就 不合理的话 我想禅宗也讲起来 是相当困难的 然后净土宗也很困难的 因为净土宗的很多 弘扬净土的这些法师们都认为 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极乐世界的所有菩萨 都认为是 相好圆满 那么我们想一想 所谓的相好圆满 包括《宝行论》 《现广庄论》 很多论典里面看的话 完全知道所有的相好圆满 他的品位是什么样的 我们原来完全是一个凡夫人 通过你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 然后我的来世 相好全部圆满 这个也是可以的话 那密宗当中的今生成就 为什么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这个说不可以 密宗当中是不可以 显宗当中 净土宗的相好圆满是可以的话 先你给我举出可以的理由 然后我再可以 我们这个密宗当中 也有很多殊胜的方便 窍诀 法力 佛陀的加持不可思议也有 众生的信心不可思议也有 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 很多很多的意愿在里面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所以有些时候 当然以前自己对可能密宗不了解 显宗不了解的话 就随便说 只是说而已 但是我想最好是自己 说我的这个法门 今生往生可以 今生开悟 今生成佛 这些自己可以 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最好不要折破别人的宗派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密宗的修行人 我对禅宗一无所知 然后我不能轻易地说 你们禅宗的今生当中 马上开悟 顿悟法门 这种不合理 如何如何 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这样说的话 到时候真的 就像以前莎士皮他所说的那样 自己会自己补偿 这样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是摩弗仁波切所讲的道理 大家应该善加观察 如果善加观察此理 则能了知诸法的能力不可思议 就是一切诸法的能力 是不可思议的 众生有信心 佛陀有这种加持 他这种能力不可思议 依靠这种加持 能够顺利成办 极其广大知识 依靠不可思议的力量 比如说佛的加持不可思议 上师的加持不可思议 自己信心的力量不可思议 很容易 很顺利地成办 一生当中获得解脱 往生极乐世界 或者密宗当中所说的 即生当中获得了资粮到一地菩萨 一直到佛地之间的果位 可以出现 了知此理极为稀有了 这一点要知道这一点 还是非常稀有的事情了 而不能使此等为非 千万不能认为密宗的即生成就不合理 或者短短的时间当中 哪里会有这样的 凡夫人怎么会变成佛啊 不能这样想 这没有任何道理了 同样 刚才前面讲的是密宗的即生成就 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我们有些是 对密宗即生成就也好 或者真正有些法律 不管是你想学习也好 或者是辩驳也好 首先最好实地考察 客观地去了解下 这是相当重要的 你对世经的经过 或者对世经表面的意识 也是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 事无忌惮的诽谤 是肯定不合理的 这是不符合逻辑 不符合客观规律 这是这样的 同样 因毫无非力的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并不是不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 我们密宗的即生成就 也是合理的 你们净土宗的即生往生 也是合理的 即生往生和即生成就 没有多大的差别 因为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它也是最后有者了 我们密宗当中 也是可以成立这一点 因三世如来的无量智慧环变 对此地称了事实力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就是三世如来的环变 不可思议 就成为一切万法的规律 一切万法的法耳力 法心力 法心力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种事实力 我们有没有理证呢 有理证 诸佛菩萨的智慧环变 和他的加持功德 远离是不可思议的 并且真实的教证作为 自立的正量 我们前面讲的《弥陀经》 还有好多的《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 这些教证 我们作为自立的正量 有了教证 有了理证的话 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 办起来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学净土宗也是特别多 但是非常希望 学净土宗的这些人 应该从理论上砸下根 如果理论上砸下根 自己学净土 有一定的把握 尤其是有些年轻人 在学净土的过程当中 首先学习《极乐愿文》 净土教言那样的教言 然后你就念佛 你有一定的把握 否则有时候 分别念是特别奇怪的 会不会在中间 搞一些破坏 也很难说的 有些人 他只承认 极乐世界如是殊胜 阿弥陀佛也在 极乐世界如获功德庄严 然后他的情景妙逸等等 这些全部都承认 这一点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但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我们凭自己的信心来念佛 然后依靠自己的发愿 念阿弥陀佛的加持念 往生极乐世界 包括他因方面的四种因等等 这些就产生怀疑 不太承认 那么这种人特别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他们的佛教 圣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你到哪里 有什么样的功德 到哪里的基本条件 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道友 他准备带一群女友团 到美国去 然后他就完全知道 到了美国以后 在宾馆的设施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要去美国的时候 办什么手续 具足什么什么 就完全可以到哪里 但是有些人 美国肯定有这样的待遇和享受 肯定有的 但是 比如说一万美金 根本不可能到的 办这个手续 不可能到的 我们只承认他的一部分 不承认一部分 那不是很奇怪的 同样的道理 这里也是大多数的人 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 大家都是公认的 但是像我这样的人 不可能往生吧 我怎么样发愿 也不可能往生 即使具足四种 往生极乐世界的因 也不可能往生吧 心里经常有一些怀疑 不仅是心里面还怀疑 而且口口声声地 给别人宣扬 你不要念佛 这个不是特别 这是老太太的一些法 这是一些老年人的法 这是根基特别顿的人 你也应该如何如何 给我学 给我学什么理论 给我学密宗 给我学禅宗 给我学如何如何 有些人是这样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话 这些人 蒙佛仁波切开始批评他们了 这些人对极为隐蔽的数量 也不以尊召身教 加以观察智慧力来辨别 那么这些人是特别可怜的 为什么呢 因为极为隐蔽的地方 极为甚深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依靠教量来成立的 但是对这些隐蔽的地方 往生极乐世界和功德 这些没有按照佛陀的教言 去善加观察 也没有自己的智慧力来进行辨别 而以愚者的呼缘乱语来交乱 善世的圣教的意义 他也认语义 听别人的 然后自己以自己的呼缘乱语 愚者的呼缘乱语 开始毁谤如来的真相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昨前天我们 《中观众论》当中也不是有吧 有些人认为 深深的境界 为什么不是我的境界 然后微妙的智慧 带入自己的心事的领域 如果这样的话 在上师了如来的 精华教义的要点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执著 容易与自己的心 特别适合的有些道理 来舍弃甚深的正法 这是我觉得 麦法仁波切这一段话 可能前两天讲的吧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认为 啊 这个弥陀经也好 中观也好 这深深的境界 为什么不是我的境界 然后获得不可思议的 这些微妙的教义 全部带入自己分别念的领域 这样一来 完全毁坏了我们如来的增加 因为这毕竟是你的分别念 并不是如来的智慧结晶 如果这样下来 我们世间上对凡夫人的分别念 特别切合的 特别相合的 这种食物是相当多的 食物也是很多的 尤其是在外面 现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时候 外面的市场上 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利那玛木的产品 那么这些全部你 带入在你自己的分别念 然后呢 听说前一段时间 在别的一个国家 有一个大密宗的旗号 实际上这位大师 所说的全部是世间法 然后佛法从头到尾 一句也是没有的 说是说 我是藏地来的 如何如何如何 可是别人对他崇拜得不得了 整个全国都开始有爆炸性的行为 啊 这个人是如何如何啊 其实他说出来的是 没有如来的正法 他说是说 我说的如来的正法 如何如何 实际上真的下面的这些人 特别可怜 他自己没有智慧的能力 然后跟着他 以前在台湾那边 也是有一个人 就是说 你们不要念观音信菩萨 你们不要念阿弥陀佛 不要学密宗的主义 如果要念我的名号 就马上获得成就 如何如何 这些非常可怕的 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跟着这些人 然后就自己舍弃 自己非常殊胜的法要 受为孟仁波切的 《中观众案论》的教证 我希望你们还是要背下来 《中观众案论》 刚才我说的这一段话 大家背下来 看看以这段话来衡量世界 然后经常衡量自己 我们以后修行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自己的分别量 作为修行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要说学的 这是比较甚深的 如来的教言 虽然我道不道这样 但是我努力的方向 就是这个甚深的空性 如来的教言 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 刚才说是 本来世间人特别可怜 无始以来的烦恼也有 还有特别粗大的一些疑惑 蒙住住他们的慧言 再加上 前者两个字没有一个 再加上什么呢 也就是说 意思刚才 有些人再这样说的话 那么再增加了疑惑了 原来本来都已经疑惑了 然后在这个上面 更增添了一些疑惑 本来产生合理怀疑的人 想往生极乐世界 但听到了这样的话以后 反而生起了费力的疑惑 便是所积累 往生极乐世界等 有重要意义的善根 全部都被这个人坏坏了 意思就是说 本来有些人 就依靠其他的上师 或者自己的善根力 就是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虽然义和烦恼是非常重的 但是他自己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好好在寺院里面念佛 念佛的时候 他的相续当中 有合理的怀疑 什么叫合理的怀疑 非理的怀疑呢 我们过一段时间 讲一面的时候 也是会讲的第二篇里面 但是合理的怀疑就是 我虽然有怀疑 但实际上他所怀疑的意义 比如说我认为 今年 现在已经春天了 夏天肯定来吧 来不来 我夏天有没有啊 有吧 这样想的话 夏天肯定有的 我的这种怀疑 实际上是合理的 如果我认为 今年夏天肯定没有吧 现在虽然是春天 但是今年夏天肯定没有吧 没有吧 有没有 没有吧 这样想的话 我的这种怀疑 是不合理的一种怀疑 有些人本来是 有一种合理的怀疑 极乐世界肯定有吧 我好好地念佛 我们很多老法师说 要往生极乐世界 应该会往生吧 他本来有这样合理的怀疑 可是有些人恰恰给他说 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功德 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 我们要显宗当中 要三个二生七戒 怎么会是在短短的一生当中 你会能往生极乐世界 不可能的 或者说 你们这样念佛 这样不可能获得解脱 应该跟着我学等等 这样说完了以后 那就产生了一种不合理的怀疑 意思是说 原来他有一种 想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就放弃了 所以那天我在关注的时候 有一位大师给我讲 以后密宗佛教徒千万不要说 念佛是不太好 不然我这里有一千多个人 以前他们都是不信佛教的 那么现在每天都念佛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说 因为他们智慧也不高 认为可能念佛是不好的 应该说是不同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 比如说 一个母亲有七个孩子 这个孩子的爱好 可能都不信相同的 不一定是用一种手段 全部是用一种手段 用一个鞭子一个一个打 不行的 有些孩子 他知道是用鞭子打好一点 有些孩子不用鞭子 给他一点糖比较听话 所以如来给我们宣说的法门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因为众生的根基千传万别 这样一来 我们不一定用一个法门来 全部能度化 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也在这里 千万不能这样 以后在我们弘扬佛法也好 自己修持的过程当中 本来别人的相续当中 有一些合理的怀疑 然后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这种说法 后来他们相续当中的怀疑 变成了费类怀疑 那我的过失相当大 原来这个人是有希望往生 现在我说完了以后 从此以后断了他的善根 特别可怕 所以麦彭仁波基这里也讲了 他积累 往生极乐世界等 本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但这些善根 有些人的怀疑全部都断了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以前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话 你自己好好地忏悔 在临死之前 你在有时候不注意的情况下 有些不懂的情况下 有些有一些有目的的 让这个人让他学什么密宗 学什么其他的理论 你不要念佛 如何如何不好 在你的一生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 我个人这方面也是想过 但是我们上师如意宝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凡是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给大家讲 不能帮佛法 从这方面稍微注意一下 但有时候辩论 有时候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注意的情况下 也可能说到一些别的高僧大德 或者别的一些虔诚居士 有这种过失 所以应该在圣众面前也忏悔 自己回去以后 也应该好好地 念金刚萨埵来忏悔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 智慧善未 稳固水波逐流的人 本来欲求往生极乐世界 听到这些话以后 只会坏坏 你的话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只有坏坏 有些人的善感而已 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 凭自己的智慧来观察 这样的能力是没有的 所以说 这个以后 一定要注意的 实际上 无有任何事实力 可以证明 此佛法不能往生 实际上 你不管是再有智慧 你学得引明 学得再好 学得逻辑 学得再好 学得推理 学得再怎么好的话 实际上 任何人也不能举出 一个非常可靠的依据 说是 你词佛号 或者你听阿弥陀佛经 不能往生 这个依据谁也举不出来 这个我们也要观察 如果真的 不管是你信佛教的人也好 不信佛教的人也好 你如果举出来 我们就可以商量一下 也可以 但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举不出来 别人也举不出来 如果举不出来 我们也不能这样说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密宗当中的今生成就 不管是哪一个佛教徒 还是非佛教徒 你今生成就的 这种理论是假的 不可能今生成就的理由 能不能举得出来 举不出来 举不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说 净土当中的今生往生 是假的 密宗当中的今生成就 是假的 这是我在六年前 也是密宗当后论当中 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我绝对合在一起 理论完全是相同的 只不过说法不同一样 如果你净土宗的往生极乐世界 功德相好全部庄严圆满 这个能成功的话 我们密宗一点都不困难 密宗也是所有的成就 并不是一定是佛陀 佛国也是有的 得地的也有的 还有资粮加行道德也有 这种成就 为什么不合理的 如果你具处一个理由 当然是我们也不愿意 在非力的情况下 建立一个假的框架 不愿意的 但是我们非常深信 如来的真实语 诗语 如语 不欺语 不狂语 这样的如来的教言 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如果我们深信不疑 我们跟着如来的教言去做的话 任何人有没有一个 可靠的历程来剥除我们的观点 不管是往生极乐世界也好 即生成就也好 这两个道理 我觉得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对于极乐世界的功德 以及往生极乐的因二证 无有任何能害的量 能害的依据 你说 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因 不可能成立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 功德具因不成立等等 以这样的理论 你根本举不出来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智制聚合起来 往生极乐世界是非裂 这样举不出来 然后即生成就的 不可能 当然你起怀疑是你的事情 你的善根的问题 你的福报的问题 我们有些人对往生极乐世界 也有可能起怀疑的 有些人对密宗的即生成就也有怀疑的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允许的 起怀疑肯定允许的 怀疑越来越多的话 你的分析越来越有分量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起怀疑还是很好的 不起怀疑 比起来应该起一些怀疑 很好 这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你不要说 这是不合理 有时候说 密宗的成就不合理 往生极乐世界不合理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特别生气 应该是佛教的辩论 心病气和的场合当中 以理论来说服人家 并不是以权来压人 不是这样的 但是确实不承认 如果任何一个人说 你密宗的即生成就不合理 密宗是假的一个佛法 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从理论上 给他交谈 如果净土宗的有些法师 也是同样的 说是即生当中 净土不合理 我看这位法师 可能也心里不太舒服 你要交出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真正的佛教 最好互相不要诽谤 以后尤其是居士当中 现在有些汉地的居士 特别跟着这个上师 跟着那个上师 好像把自己的上师 当着所有的佛教的权威 有些人说中国的佛教 已经成了家庙 每个人的家庭佛教 这是特别的不好的 宗太与宗太之间 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来弘扬的 应该对自己的上师 和对自己的佛法尊重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承认自己的 除了自己的意外 全部是假的 一概覆定 所以一般来讲 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说 这个上师是观世音菩萨 观音上师说是魔 这个是肯定不合理的 我说这绝对不是观世音菩萨 他所化现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话 因为真正的高僧大德 和真正的一些大德们 他们所说的话 不可能马上断定 啊 他是魔 这个人是如何如何 不一定说的 我不清楚啊 我或者你们自己去观察 除了这个以外 不一定在他的话里面 我说这个 你自己可能有问题 然后他自己也是说 这个如何如何开始毁谤 但也许是确实他坏 也许是不坏 但是也没有必要 我们凡夫人的罪能衡量多少金鱼 应该自己都清楚 所以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 尤其是诽谤他人的这些话语 希望大家也不要说得太绝了 这个肯定是个坏人 这个肯定是魔 这样说来 你有没有这个例句 没有这个依据的话 就是把别人断定为魔 把别人断定为邪宗 这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假使没有任何 他这里说 没有任何证据 说往生极乐世界是非理的 假使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理想 凭自己的感觉而不相信 往生极乐世界这因 则对净土的功德 佛陀的智慧 神道的甚深方便等 一切法 也会产生怀疑 最终这个人 已经退市道行了 非常可怕了 如果你凭自己的感觉 我现在理由都据不出来 往生极乐世界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我觉得不合理 你觉得不合理 你有什么样的依据 我依据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始终觉得不合理 现在很多人凭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如何如何 我觉得 然后理论什么样都据不出来 教证什么样都据不出来 那这样的话 这些人 比如说对往生极乐世界的因 果 这些产生怀疑 那肯定是对佛陀的智慧 也产生怀疑 然后肯定是对佛法甚深的 三世祈祷品的道 这些也会产生怀疑 最终这个人 一切都一切完蛋 什么都没有了 很多现在的人也是这样的 没有闻思 没有闻思的话 经常在自相续当中的 邪知邪见相当严重的 凭自己的感觉来说这个法不好 说这个上师不好 所以我们这次学习以后 大家能不能把自己的相续以后要盖一下 不要轻易地说别人的众位 你真正通过自己的智慧观察 观察了很长时间以后 如果得出一个结论 当然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 包括佛陀说 我的这种智慧你们也可以给我观察 就是这样讲的 但是凡夫人观察确实有点困难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 把小乘思想和考古学的这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这样对这个推理 对这个用学术研究 结果什么都不能了知 尤其是佛的一些 甚深智慧的领域 你们也写过《妙华莲华经》 《妙华莲华经》里面 后来好多阿罗汉 根本没办法佛的一些境界 最后诸菩萨才能领悟 他的甚深奥义 所以我们凡夫人的眼光 和凡夫人的智慧去考察 去考古论证的话 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啊 这方面也要注意 也要值得注意 佛陀在《妇华经》当中 这样讲的 弥勒如是我行善事之事业 如莫生怀疑 而当以精进 佛陀对弥勒菩萨这样说 我如来所行持的这些事业 所弘扬的这些佛法 希望你最好不要生怀疑 一定要精进地 自己对自己要就业 当然在这个时候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弥勒菩萨是实地菩萨 他怎么会产生怀疑 这个问题以前 三世如意宝也是讲过 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设句 弥勒菩萨 实地菩萨既不可能对佛法产生怀疑 也不可能最后堕入地狱 不可能有这两种情况 但是他这里说 即使你是弥勒菩萨 如果对佛产生怀疑 也会堕地狱 比如说我们国务院里面的 哪一个领导 即使你国务院里面的 任何什么什么领导 但是你如果贪污 你以后也会这样 但这个比喻可能有点不切合 他真的贪污 也有可能会下斗的情况 弥勒菩萨不会有这种 所以我这个比喻是不是有点 比喻聚完了以后 我自己也产生怀疑 所以弥勒菩萨这样的 也是一种假释句 意思就是说 行持如爱之事业 陌生业等精进业 与佛陀无障无碍的智慧 无生意火 佛陀无障无碍的 这样远离所知症和烦恼症 这样的尽所有之 如所有之 所抉择出来的话 完全是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千真万确 你不要产生怀疑 否则进入极为殊胜的 珍宝的地狱里面 意思是 如果你产生怀疑 你也会堕落的一生 又说 弥勒为使法门不使坏 皆交付于弱 他的法门 净土法门和弥勒法门 为了不释坏而交付于你 为使佛法不隐没 如当精进业 且没错了佛法教言 否则会长久遭受损害 不理不安 痛苦及堕入邪道 这是有一定程度的 加以束缚 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 也好 我们对任何这些法门 最好不要产生过多的怀疑 产生怀疑的话 不要说我们即使弥勒菩萨 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凡夫人 堕落的根本因就是怀疑 因此我们平时 学法的过程当中 自己的心里应该怎样想 我有没有理由 这样的智慧 能横扯到什么 垂差什么样的精度 如果不能什么揣度 那就最好自己对自己的分别念 尽量压制 尽量打破 这个很重要 直到此理以后 我们应当这样的道理 全是由如来 不可思议的智慧力所生 经常这样想 凡是比较深一点的道理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 那完全是正确的 应该这样来想 并且坚定不语 诚信欢喜 以信希求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六 三以后 而且会信呼 que 那我们平时 吃到这里 只是什么 天一人这里 一开始 所以说 这是另外两天 JurTER 本爱的人 还要负心 我们爱人的从主教 但是后我们是平和 大书 亦还要负心 《尽量教你这种感觉》 尽量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